给大家更新一下辣植肉夹馍的教程 喜欢的朋友双击保留 做法简单 这样做出来真的很好吃 都可以试一下 首先咱们准备一斤面粉 加一个鸡蛋 然后加鸡蛋那么多的炒菜的油 然后放入一勺酱母粉 用温水揉成光滑的面团 揉成面团之后呢 咱们给它揪成乳图片这样的小剂子 饧十分钟 十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准备卤肉 这个肉呢是我提前一天卤好的 我把卤肉的那个配料呢 扣到了屏幕下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咱们把饧好的面搓成小长条 然后给它压扁 入图片这样 然后从头开始给它卷起来 卷成图片这样 然后咱们给它压扁 用一小的擀面杖 擀成薄饼 煎至两面金黄色 不用放油 然后咱们把卤好的肉切成肉碎 放入青椒 青椒不放也可以 然后加热 把饼呢烙好的中间切开 加上肉就可以了